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在湖北的襄阳 这里是襄阳火车站 今天这个视频啊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襄阳火车站的一个现状如何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襄阳火车站的这个工艺车站 但是它和这个襄阳火车站啊 隔了一条马路 现在我准备从这边上天桥 襄阳这边一出火车站啊 就明显的感觉到它这个特色 老汉口 襄阳牛杂面 牛肉面这些 大家发现了没有 在这个襄阳火车站的最楼上啊 有一群人在那里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了啊 有这样的场景啊 难道这上面还可以关景吗 太奇怪了 前方就是售票厅了 很多的人呢 大包小包的踢在这个行李箱啊 都是大包小包的呀 我没有想到襄阳火车站 竟然这里会有这么多人 售票厨道 没有什么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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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 好 这边也是有这个行李寄存的 这边也是有这个行李寄存的 他这里还有一个名人 孙玉 这个人非常的有名 这边都是大包小包的 这么的行李 确实是不容易 从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这个楼顶了 还有人 我发现了 原来是他这个楼上 是要进行一些改装和建设的 上面是功能了 我还以为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 他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高空作业了 真的为这些建设者 不得不为他们点赞 好 现在接到这个进阵的时间 我给大家重点来讲解一下 关于襄阳火之战的一个历史 说起襄阳火之战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来来往往的外地人认识襄襄阳 就是从襄阳火之战开始的 虽然现在襄阳多了一个襄阳东站 但是对于很多老襄阳人来说 说起襄阳火之战 首先想到的就是 他位于防城区前进路的老襄阳火之战 因为很多的外来物工人员 下火之战之后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老襄阳火之战 所以这里自然是刘葛他们最深刻的记忆 这个襄阳火之战也是2011年改名为襄阳火之战的 之前的叫做襄阳 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叫襄阳 是因为在2011年之前 襄阳的名字就叫做襄阳 是后面2011年之后才改名为襄阳的 所以这个名字也是改的比较晚了一点 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帐房设计的真的是非常的具有特色 蓝天下的襄阳火之战 尤其是这个钟楼的设计显得格外的气派 他战前广场全部都是铺设着白色花岗岩 而且他这个帐房的木墙 经过改建之后也是焕然一新 与这个蓝天白云硬撑之下显得格外的美观 其实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他们会问我为什么直连于拍摄中国的火车站呢 其实我表达的意思已经够明确了 就是想要把中国的所有火车站都拍摄完 因为一座火车站它存在的东西和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也是最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 尤其是对于那些长辈们啊 对于火车站应该是更加的情有独钟 往往提到一些老火车站啊 就会让他们的往事涌上心头 就好比这个相应火车站 它的历史也是十分的悠久 它是始建于1958年 大家想想看一座火车站能够有五六十六七十年的一个历史啊 它自然是有很多的一个故事的 如果大家能够感受到一票难求 尤其是当时需要只支票啊 每天都是拍着残忍大队去取票 无语言表的这种心情 恐怕也会当做你最为黄脸的一个记忆吧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吗 人只有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 经历过特定的一些事情 才会对某一些特定的事物 有更美好的一些记忆 或者说是更深刻的记忆 所以啊 一旦提到这个相应火车站 很多人都有一些故事可以说出来的 毕竟这个相应火车站呢 它运行的线路也是十分的宽管 有四台七线 而且它运行的一个线路呢 也是国家非常重要的铁路干线 你像汉丹铁路 交流铁路 香鱼铁路 这都是国家重要的铁路干线呀 它整体的一个建筑面积为 10,940平方米 这里的始发车次 每天大概有20炭 途径的车次大概有80炭 终点到的车次有20炭 不过现在疫情估计没这么多呢 正常情况下 它这里的全天累积发送客流量 大概是5万人次 都是大包小包的 特别多人 好 刚刚的已经是进来的后车大厅 它这边安检的程序也是很麻烦的 经过一二两三道程序吧 可以看得出 它之前这边是有很多安检口的 但是由于现在就是疫情的原因 很多已经就没有开翻这么多窗口了 这上面就有一个大的屏幕台 显示你的车次 左边有一个专门的后车室 它这个整体的设计模式和那个汉口的火车站有点 类似 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多电梯而已 这边进站的人也是特别多 大包小包的 那边还有一个VIP后车室 现在准备上去 其实这种火车站建设起来就比较的费力麻烦一点 成本也会比较高 一进来这个标语也是让人热血沸腾 不万初心 牢记使命 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 它这个后车室的设计风格确实很不一样 这边是一后车室 人挺多的 这边就是营营水了 基本上都是坐无虚席 人特别多 坐得很满 它这个后车室非常的宽敞明亮 没有想到从向上坐火车的人这么多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这边是可以看窗外的风景的 我喜欢的 这边就是 在这边是我们回来 这边是我们回来 我帮我们回来 在这边 这边是我们回来 就是 我们回来 哪里 在这边 我们回来 我要来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大家 感谢观看